我是司机 我是服务员 我是军人 我是美容师 我是学生 我是家庭主妇 医师妙手回春 教师传授学问 律师和解纠纷 牧师抢救灵魂 各行各业各尽其职 各展绝妙 绝妙各行业 耶 天阳光与我晒跑 红绿和我狂飘 我仍想往自己打造 自己的梦永远比天高 一个心为希望在跳跃 这一刻都是我 光荣的激烤 以前的唱片公司主要就是 为歌手选歌 录音 然后出唱片 替唱片做宣传 现在的唱片公司 还加上有三样东西 就是为歌手找商品的代言人 然后给他拍电影 还有开演唱会 那我主要在唱片公司里头 开始的时候是做宣传的经理 后来就是当总经理 今天非常开心 也非常荣幸 能够邀请到麦老师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跟我们分享自己的工作经历 麦老师好 你好 麦老师呢 其实是媒体人 资深的媒体人 跨界有很多 比方说做过电影 那是老师 那也做过管理阶层 但是今天呢 来跟我们分享的是 你其中的一个工作 就是唱片公司 对 唱片公司 我是当了十多年了 十多年 对 我开始的时候是做电台 那么我很多电台的同事 就在笑我说 以前我在电台的时候呢 是唱片公司的人来求我 求你 他求我 播这个唱片吧 帮我宣传那个歌手吧 那么后来我就转去 那个唱片公司 变成我要来求我的 以前的同事 麻烦你帮我宣传 这位歌手 帮我就是推销我的唱片 变成是那个位置 有一点倒反了 但是其实广播 电影广告 还有就是唱片公司 都相关联的 完全相关的 哇 那你角色错位 还会不会被笑说 老国街 肯定会啊 但是对我来讲 是丰富了我的人生 而且我也知道说 电台的人 为什么不播这个唱片 为什么不替我做宣传 但是也有方便的时候 也有不方便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说 要避嫌嘛 以前是同事 现在怎么能够 对你特别好呢 但是也会有一些 好的关系啦 连结 那我很好奇 到底哪一些歌要播 哪一些歌不播 通常在电台里头 他们都有一个委员会 他们就是看唱片公司的人 宣传的人员 来到电台 就跟他们讲 现在我们的主打歌 是哪一首 通常就是 我们就在那个唱片里头 我们写了 主打歌是哪一首 而且在还没有出 整个唱片之前呢 我们是先 那个叫做派台歌 就是往电台里头 派给电台的负责人 或者是他们的广播员 就是请他们多播这些歌 那么肯定是有一两首 每个电台的需要都不一样 那么他们就有一个委员会 他们就开会说 好 现在呢 张学友的歌 我需要播这一首 我们比较喜欢这一首 这首呢 应该是我们的听众会喜欢的 因为由他们来决定 增加歌曲的曝光率 那么当然了 在唱片公司里头 都是宣传人员 你去到那边的时候 你就很懂得 怎么去推销你的 那个唱片的歌曲 那么顺便我们呢 也把歌手带去 好像张学友 大家都欢迎了 电台呢 就跟他做一些访谈 他也可以说 我这次录制这次唱片的时候 我的感觉是怎么样 加深印象 对啦 这一张的唱片 跟以前的唱片 有什么不一样 歌曲的风格 有什么不一样 那么你的宣传的手法好呢 那么自然呢 电台的人也会播 那么听众也会喜欢 唱片行呢 的人呢 也会懂得怎么样 好像你可以送礼物啊 你送一个小枕头啊 送一个大毛巾啊 都可以 不送CD吗 很少 明星片 或者是他切名的照片 哦 就是附加的 是 那老师走到现在啊 多说一句 就是这么多工作 你都做过 你到底比较喜欢 唱片公司工作 还是 我最喜欢还是广播 现在你做的东西 哦好 对 因为广播是比较 亲密一点的 好像我跟我的听众的关系 好像 十多年 二十多年之前 我当广播 我到现在还有很多听众 是我的朋友 哇 反而唱片公司呢 我比较少朋友 都是工作关系的 那么有一些歌手啊 他有名的时候 你看到他 你也不好意思说 哎 你记得我吗 我以前曾经当过 你的总经理啊 当过你们的宣传经理 不一样 比较不一样 那么广播来讲 听众跟我们 已经是很有感情 他的开心的事情 也跟我们分享 好像他不开心 他也跟我们分担 所以唱片公司 是很兴奋啦 因为你常常跟一些 大哥守在一起 好像是觉得是自己 很了不起 沾光 对 那问一下 麦老师 你到底是怎么样捞过节 是有人挖脚吗 挖脚挖脚 挖脚啊 挖脚 对啊 那你这么喜欢广播 为什么这么轻易的 就被挖脚过去呢 我想要尝试一下 就是怎么塑造一位歌手 怎么把一位歌手 你发觉他 他有歌唱的才华 慢慢怎么栽培他 怎么把他弄得比较红 或者是他的歌唱 他的唱片的销售量 能够达到什么白金唱片啊 这些 所以那个是另外一种的满足感 但是现在来讲啊 唱片公司比较 比较难经营 因为很多人都是免费 从网络里头下载 所以你看到很多唱片行 现在都关门了 大家都不买CD 而且免费下载 虽然是非法的 但是营又很大 因为不需要付任何的钱 到底要怎么塑造一个歌手 那个过程怎么做 通常就是你要跟他交往 然后呢 他的那个形象 不能跟他的真性格 离得太远 如果不是他不能装太久啊 太辛苦 对啊 太辛苦了 所以跟他的性格 一定要有一点点相似 然后呢 就教他们好像应付媒体啊 或者是这张唱片 给他们编个故事啊 他这张唱片录音的时候 有一些什么趋势啊 你要告诉他 然后他聪明的呢 聪明的通常都是 你不用教他 他都懂了 但是比较没那么聪明的歌手呢 有的时候你就要跟他说 如果有记者问到这个问题啊 有广播员问到这个问题 你应该怎么回答 所以要帮助他们 其实是最难的 就是当他有一些不利他的消息传出来 比方说有什么新闻 对 有新闻 有的时候就是跟我们大家竞争的 其他的唱片公司 放一些不利的消息出来啊 所以那个时候才是 唱片公司的工作人员最烦的时候 也是最具挑战的时候 你要怎么把这个事情解救了 然后呢 又要让你的歌手可以继续 很勇敢的继续卖他的唱片 这个是我们最怕的事情 假设一个例子啊 就是之前有新闻事件 我们先不讲哪一个对象 就是假设他吸毒或是犯罪 那这样子唱片公司要怎么处理 对啊 通常我们的唱片公司这样 立刻出来承认 认错 OK 这个是越快处理越好 不要拖 不要隐瞒 不要说没这件事情 我没听过 似乎是有人造谣 这时候都不对的 如果你真的知道 你的歌手真的是犯了某一些错 大家已经开始在传言了 有人都传言 最好的方法就是 还没有传言的时候 你知道犯错 好像已经拉到警察局了 你赶快开记者招待会 OK 就把那个谣言 不会越传越乱 越传越不真实 所以我是觉得说 马上要认错 马上要承认 是有这件事情发生了 现在我们在处理当中 而且他也很后悔 他也想改过 那个谣言就自动停止了 那事后怎么样 在补救塑造这个歌手呢 骂那个犯错的人 但是那个过程肯定不能告诉大家 怎么骂法 每个人骂的不一样 阴才失教 阴才骂人 对 早就警告过你了 你怎么又犯了 又再犯了 当然有的时候也要疼惜他 他也是 有的时候 忍不住有一些引诱 人嘛 对 但是不要 就是赖别人 是说是他的错 就是他了 没有他 我就不会 现在搞到这样的地步 就没有益处 没有益处 承认 认错 也不要把别人牵在里头 自己认错 事后怎么修补呢 对 有的时候 一般的歌迷 善忘的 你就会最好说 另外发生一个 比这个更震撼的新闻出来 他们就忘记你这个新闻了 所以以好的新闻来取代 过去不好的新闻 甚至是其他产品公司不好的新闻 大家就忘记了你等歌手的新闻了 是以这样的补救 对 当然了你就要改过 而且有些人呢 就是因为一次的事件 他永远就没有机会了 但是如果你是真诚的认错 好像大多数的歌迷 都会原谅你的 你比较正面的时候 都会原谅你 在接受你 麦老师骂得凶吗 不凶 不凶啊 不凶 笑着骂 那您蛮人子 那更恐怖 是吗 那您会给那个歌手一些功课做吗 对 通常都有啊 因为不同的歌手 应该用不同的方式 每个人的接受能力不一样 有些是死不认错 他只是听你了 没办法 他那个时候也是 很惨了 他就听你的 认错 假假的认错 但是有一些是真诚的认错 有一些没办法了 你就要放弃他 因为他没有改过的信 你就慢慢放弃他 就让他看看他怎么办 心里会很难过 难过 有的时候你看到唱片公司里 我们花很多精神 我们花很多的金钱 金钱不是最重要 你真的是塑造一位歌手 从他什么都没有 让他成名 如果发生了一些事情 你觉得说 哎呀 怎么会这样呢 你会难过 也觉得 有的时候真的要被逼 要放弃他的时候 有一点不舍 麦老师一开始说到 你常常跟大明星在旁边 沾光都有哪些大明星 包括了张学友 张国荣 还没有去世之前 还有谭永玲 都是我们唱片公司的一些 旗下的歌手 名歌手 那下礼拜 我们请麦老师来谈谈 你这些好朋友的经历 好吗 麦老师的工作定义 开始的时候 工作是为了赚钱 得到别人的肯定 而且找到一个发挥的舞台 但是现在的我呢 工作就是 我要为神做一些东西 我不知道是大的工作 还是小的工作 但是我是希望 把我的工作奉献给神 为他做一些大跟小的事情 绝妙各行业 广照各行各业 无论你是专业人士 或有失业待业的经验 都欢迎你在绝妙各行业 分享工作干苦谈 授业有专攻 职业不论卑贱 分享自己的 也听听别人神圣 且多元的工作观 与你分享的快乐 生活独自拥有 至今我人生生感动 好友如同一扇门 让世界变开过 啊 啊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